人气话题来关心 6月28号之后都还不确定 三级警戒是否能解除 但很多的民众已经迫不及待 安排出游行程了 南投植米旅馆松雪楼 6月29到7月21号 房间已经全部被定光 另外宜兰太平山庄 同样也出现了定房潮 7、8月平日的定房率超过了5成 周六日许多的定房也都是客满 民众急着出游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脸书上呼吁 现在还没有放松的本钱 出游群聚都请在等等 打开河欢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 定房网站6月28号之前 因为疫情没有开放 但是6月29号之后一直到7月21 松雪楼定房居然全部刻满滑雪山庄 也有不少人预定 疫情这个也是中 然后还要一直在上面 大家要去中调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预测疫情 最后会怎样 所以就是提早做准备 反正先定 那最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成型的话 大家再取消就好了 因为房间数很少 容易有客满的状况 如果届时尚未开放 我们会协助办全员退备 同样出现定房潮的 还有宜兰太平山庄 目前7 8月定房数 大概都有5成以上 周末几乎客满 会配合他疫情中心宣布的 那个管制 所以我们会滚动的调整 是否提供出处 民众迫不及待出门 行政院长苏贞昌赶紧在脸书发文 除了引用指挥官陈时中的说法 心情可以放轻松 但是行动要维持 他也直言 现在没有松懈的本钱 大家还是要配合防疫 出游群聚都得再等等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